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时以为我们回幻教会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信仰是我们听过信息接受就可以了 其实不止的 信仰是一定要在一个 生命上的示范 告诉你某件事做得到 那你就去做 不是说你听过信息接受 而是让你知道 有些事情你现在可以做得到 并且有人做过给你们 例如举个例子 他们可以因为石安这样 他们懂得父母接受了信仰之后 立即将这个信仰消化给子女 因为他自己身边就有小狮子 他可以养育他 帮他 在那几年当中 你想想如果一个自私的父母听过信息 就说拼命 不管子女了 我现在要练武功 闭关 然后希望五年之路上到天堂被提 子女就算了 明白吗 但是我们示范给他们看 我们现在的侍奉就是栽培小狮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 所以变成你现在接受信息在外面 可能在走难的时候听 听了这个信息 他就可以即时侍奉栽培自己的子女 因为子女可能听不明白牧师说的信息 但是他自己消化得多些 他就可以帮孩子 那个就是侍奉 那个就是他即时 不是说我们找到地方参与教会 没有啊 知道没有石磷教会 那怎么办 连奉衍都寄不到给他 那我怎么侍奉这个神 所以变成我们示范着 一些work 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带领 那个就已经是一种侍奉的 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处理了自己自私的性格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懂得杀种付出 杀种有很多款 不一定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些款式 有些就在他身边的所有需要 都甚至是神创造出来 或者甚至他带着个坦的子女 对吗 这样会帮他们 因为这个就是神的一个 更大的需要 让他杀更大的种 所以 简单来说 你这几十年当中 如果不是神 我们都很平安无事 没什么做 其实跟普通教会一样 但是每一次你看到 哇 又说带领做到 偶电的 差不多偶到免费 能源都能够出来 但是每次我都说是神带领 如果没有神 我今天没有 因为我习惯了 总之我不会搞那么多东西 完全是觉得 最低调的人生 过了一生最好 但是 每次你看到 我们最多 麻烦 祸 问题 每次我都说是神带领 我们的制造 但是如果我们只剩下来 就证明是神 为了要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身边的处境 第一 那些烂物 走烂的处境也是神制造的 第二 走烂的时候 他身边要照顾的东西 也是神制造的 他听到真理 他怎样在自己里 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台 他也没有说走到我们身边 因为我们自己都在妄想 他怎样 他怎样自主 所以我们其实是示范到一个更宽的侍奉范围 只要他们其实有一个眼睛 走真理眼睛 他看到身边的需要 他就知道自己可以 而这些杀种就是他所需要 他不是需要听人听知识 虽然上空的知识 根本应该举世无人能及 加上历史的类绩都不行 但是他如果误解以为只是听知识 他就可以上天堂了 他就错了 他一定要走真理 但你身边的需要 就是他行真理的官员 有些是来自神感动的 有些是神安排的 就是他身边的 他的责任 这些责任有些机会是他配偶 有些机会是他自己的子女 有些机会是他带的亲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怎样做呢 如果他做得好的话 他的信任不好 其实我们在历史上 第一个跌倒的男人 就是亚当不懂得照顾老婆 而被老婆拖到他跌倒 所以神要求不高 但是要求就在这 而事实上当他不满足的话 神就以这个做一个责备 为什么 因为连一个这么基本的眼睛 都看不到 一个这样的眼光都看不到 就是神把他老婆在这 让他犯罪 软弱 吃这个分别线 就是我说我个字 他再跟着他 还要 跟着他一起吃 对不对 他没有做一个丈夫的责 所以神就可以审判他 因为 这个就是应该他有 这么少的责任 这么少的责任 他没有眼睛看到他的责任 所以现在 来的日子当中 很多人听我们的信息 是看到我们会有变动 这些变动 我们和智力在做的事 他们其实都要智力在做的事 除了他们要传福音 他也要传福音 传给自己的子女 也跟着自己的子女 或者亲人 这个就是他们 会得了福 永恒里面 保证救恩的确据 被提 的一个机会 所以现在看到就是 在我们教会当中 最难 对于很多教会 你会看到 很多牧师 或者很多人 最难就是 把信仰 给下代 即是 既然最难 神将好走流到如今 最强的事 流到如今 那就正好了 什么都不用做 以前 很多富足 很多享受 很多享乐 爸爸妈妈和子女 都有 大家有节目 现在没有了 现在 走懒 在这里吃一棵菜 在那里吃一棵草 继续走自己的走懒之路 那怎么照顾身边人 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走真理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享受都没有了 反而他还可以专心 身为一个人 他贡献 但这个贡献不是 记住 这个贡献不是成就 因为 周围里面的废墟 他怎样有成就 但是他可以有贡献 因为成就不保证 你可以有象征 但是贡献有 所以你看到贡献也可以是贡献的 是不是 也可以 在神的面前有贡献 就是人生当中 如果是讲成就 神就会凹一座楼 但是 神要他们的限制 就是贡献 他们人生当中可以贡献到什么 是因为了信仰 而他作出的贡献 那个贡献可能是诚实 那个贡献可能是 解一些坏习惯 贡献可能成为一个不自私的人 但是贡献可能就是承担起 他身边的贡献 一个家庭的贡献 一个配偶的贡献 看说第18章第4节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文 你每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云就出落声 尽数心中真情 要抱出爱歌诗句 凌分兴呼应 求为我住个墙 心中半人 言上复兴 传写去续世的虚荣 离开了幻觉梦境 心扩知 时光转眼飞去 似轻眼飘过两翼 愿意靠上帝真理 灵明自作奔弃 我深信肯信探持守信 愿我终探察何顺恋静 套伤低数做我知与根深修正 全若我怀怜 以切弃掉流冰 全身信靠全乎力量 言上爱上身分析 靠着神智力量 在世上每天念光辉照应 献功识 深千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